第二百八十九集 他转过身去朝着大厦内部跑了过去 路过电梯的时候 电梯门突然打开了 庄宇宁的脑袋里只有逃生的念头 想也没想的就钻了进去 电梯门合上了 灯光亮了起来 灯光很微弱 庄宇宁看了一眼按键门板 选择了最高的十八层 电梯一开始上行 庄宇宁这才注意到 电梯是透明的 类似于观光电梯 从里面看出去 这是一栋好像万达广场一样的环形大楼 只是空荡荡的 什么也没有 电梯开得很慢 经过二楼 庄宇宁猛然看到那个雪白的幼童 就站在电梯正对面的环形走廊上 睁着一双血红色的眼睛 静静地看着自己 电梯开上去的时候 他扬起头 没有一点表情 甚至有一种平常孩子的那种 甜静的眼神 电梯开过二楼 庄宇宁刚刚怂了一口气 结果到了三楼 那个孩子又出现在了三楼的走廊上 此后每到新的一层楼 都能看见那个鬼童 站在走廊上的身影 庄宇宁完全崩溃了 靠在了电梯里 一点点滑下去 捂着脸就失声哭了起来 电梯上的数字一点点的增加 快到十八层的时候 庄宇宁猛地站了起来 求生的欲望 让他开始设向电梯门打开之后 自己应该怎么办 没有给他太多思考的时间 电梯来到了十八层 这一次 鬼童居然不在外面 一声铃响之后 电梯门缓缓地打开了 外面已经不是环形商场 而是漆黑的楼道 庄宇宁不敢下去 于是又按了一楼 一个劲地按着关门键 电梯门缓缓地合上了 庄宇宁松了一口气 突然砰的一声响 一对雪白的小手 从即将关闭的门缝里挤了出来 抓住门的两边 生生地拉开了一条缝隙 将脑袋挤了进来 冲着庄宇宁黑黑地笑着 庄宇宁对右手哈了一口气 排挤在了鬼童的脑门上 鬼童仰面跌倒 滚了一圈之后 便消失不见了 电梯的门却关不上了 灯也灭了 庄宇宁只好跑了出去 沿着漆黑的走廊 一路的狂奔 看到了一抹亮光 从不远处的楼梯上方传了过来 急忙跑过去 爬上楼梯 往四周一看 发现自己已经到了大厦的天台上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白影从黑暗中扑了上来 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 手掌拍过去的时候 已经晚了 雨已经停了 风也停了 夜少阳二人赶到了小区门口 刚要进去 夜少阳突然站住了 低头朝地上的水洼看去 有鬼气 随后从背包里摸出一把朱砂 撒在地上 几秒钟之后 水洼的中间出现了几只鲜红色的脚印 看着 大概最多也就是五六岁的小孩 鬼脚印 幸好地上有积水 令鬼气未散 快走 夜少阳说着 往脚印 锁止的方向 追了过去 小马紧随其后 过了一个路口 夜少阳再次往地上 撒了一把朱砂 地上的积水 再度出现了几对鬼脚印 夜少阳继续拐向了 脚尖指向的那条路 如此经过两个路口 来到了一栋大厦的前面 没等抛洒朱砂 夜少阳先闻到了一股血气 循着气味来到了旋转门前 看到了那惨烈的阴谋 一个身穿保安符的人 身体被旋转门 夹成了两截 一半在里面 一半在外面 地上充满了血 混合着被挤碎的内脏和肠子 赶快报警 算了 直接给雨清打电话 夜少阳吩咐小马 来到旋转门前 右手截了个法印 凌空一转 一道模糊的人影 显现了出来 是一个五十多岁的 身穿保安符的男子 悲悲气气地望着地上的尸体 夜少阳直接问道 怎么死的 被那个鬼童杀了 老保安踏了口气 回答道 对着夜少阳拱了弓手 大法师 你帮我做主啊 鬼童 夜少阳的心中一动 是不是追着一个姑娘来着 对对对 那个姑娘刚上楼去了 大法师快去救她吧 夜少阳已经没有时间再问下去了 画了一张隐昏符贴在她额头上说 你额有灵广 生前肯定做了善事 来生死有回报的 朝生去吧 保安的魂魄立刻画成了一道眼 附在了灵符上 飞向了远处 已经告诉雨清见了 她一会儿带人过来 现在怎么办 小马放下手机说道 上楼 夜少阳冲进了大厦 向着楼梯奔去 顶楼啊 不坐电梯 话还没说完 小马想到什么 拍了拍脑门 对啊 这大厦还没进程 把证是没有电梯通电的 来到了楼梯口 小马刚要进去 被夜少阳一把拽住了 冲着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 侧耳听去 一阵咔咔的声响 从电梯上面传了过来 像一个人光脚踩着楼梯上 走得很慢 要不是楼梯间太过寂静 加上有些回音 根本就听不见 这事 夜少阳摆了摆手 拉着他一路后腿 来到了一间 没有装修的空房间里 侧身朝外面看去 不一会儿的功夫 一个人影 便从楼梯里走了出来 正是庄于宁 身上的红色睡衣 已经被湿透了 紧紧的贴在身上 身材玲珑必显 不过夜少阳二人 根本就没功夫 去欣赏他的身材 目光尚移 落在他的脸上 指尖的表情呆滞 眼神空洞 好像被人从前面拉着似的 身体僵硬地 朝着大门的方向走去 小马深吸了一口气 难难道 不会成为僵尸了吧 夜少阳摇了摇头 他没死 只是被俯身了 那个鬼童 就在他身体里 要把他带走 小马立刻说道 带他去哪里 我哪知道 夜少阳观察了一回说 现在他已经被俯身了 我要是贸然出手 怕那鬼童苟急跳枪 对赵玉宁不理 鬼童想杀死的 只是一瞬间的事 咱们俩配合 去把万无一失 然后跟小马 小声交代了几句 小马听完之后 点了点头 准备好了 你上吧